你好 老胡今天要给大家讲解一下 油管这个平台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尤其是对那些依靠这个平台来赚钱的博主 它是如此的重要 但是几乎没人讲过 好奇怪吧 这个东西叫做广告算法 什么叫广告算法 一言以必知 就是决定你的频道里面的视频 是否适合播放广告 适合播放什么样的广告 适合播放多少广告 就是决定你赚钱的 这么一个算法 好 我给大家找出油管的官方档案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是油管获利系统 或者广告算法的解释 它只是个解释 这个文档写的不清不楚的 我等一下会告诉你 为什么我讲它不清不楚 油爆琵琶半遮面 好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这样一个文档里头 能够理解平台推荐广告的精神 首先它解释了一下 它讲为了确保创作者观看者和广告客户都能安心的使用我们的社区 我们开发了自动化系统以帮助过滤 YouTube上面所有内容 这些系统有时被称为广告算法或者系统 也就是说在油管上面有这么几大类的群体 一个是创作者 一个是观看者 一个是广告客户 其实还有第四个就是平台谷歌 这四方的利益都要平衡 你不能损害其中一方 或者损害其中两方 在两三年以前出现过几次大的广告商杯葛这样一个事件 为什么呢 因为出现了一些极端主义的 出现了一些恋童体的 出现了日本的自杀林的那样的事件 所以大的广告厂商都是讲我们要政治正确 像迪士尼像麦当劳这些大的广告客户 都是暂停了广告三个月六个月 这样的情况 所以导致油管的整个平台的广告收入大幅下降 从那以后的话我们看见了这个平台 有了一系列的变化 对于YPP的计划的审核 对于视频的黄标系统等等这些东西 都大幅度的做了一些革新 那么最后来把关的这样一个系统 就是这个广告算法 因为只有通过这样一个算法来确定哪些视频 不能播放广告 或者是有限的播放广告 不能给小孩看见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统称叫广告算法 那么核心的文档内容就是在这个地方 它讲如果你为内容启用了广告 就是你启用了广告 然后在YPP这样一个计划里头 当然你可以通过广告赚钱 那么我们的系统会以两种方式扫描 你可以看到从去年开始 在视频上传这个步骤里头 它会强迫你讲我这个自我审查 讲我这个是没有任何粗话 没有色情内容 没有毒品药品等等这些东西 我是广告安全的 然后它会给你叫你自我审查 要你提交 提交的按钮 相当于是你签字的 你自己讲你的没问题 然后它用算法来扫描 你真的没问题 然后你讲你不错的 你这个自我审查过关的 那么有好多人经常会自我审查 没问题 都讲我这个没问题 然后反复被黄标弄回来 比如说讲案件的 比如说讲一些时政新闻的 好多都会被黄标 这个多次被黄标 你在这个系统里头 你就没有信誉 那么也就是说 你的广告会非常的大的限度上面 受到限制 好 那么这个第一条非常好理解 它就是进行扫描你这个视频 我们讲这个AI这个系统扫描 它看你什么地方呢 注意看视频 看标题 看缩六图 看说明 看标签 几乎你在上传视频的时候 写的所有的东西和提交的东西 都要审查 其实字幕也会进行审查的 我以前告诉过大家 有人通过字幕的方式进行攻击 所以什么东西可能都没问题 在说明区里头可能有问题 可能在字幕里头有问题 都要审查 那么它把这个重点的告诉你 确认这个视频是符合我们的准则 你可以借助获利图标了解检查的结果 我们知道现在上传视频的时候 会检查两个 检查一个版权 第二个就是检查 是否适合投放广告 这个结果 它审核会告诉你是有获利图标 绿颜色的 黄颜色的 黑颜色的这三种 绿颜色的一点毛病没有 你可以赚钱 什么广告都可以 大人小孩的 这个西梦斯的 或者是食品的 卖课程的都可以 没毛病 黄标 黄颜色的美元符号 那就是收限 那收限是收一点点限 还是收很多的限制 不太清楚 因为这个 它不会告诉你的 第三个就是讲 你这根本就不适合广告 就是一个黑颜色的美元符号 打一个斜杠 对不起 你这个视频不能播放广告 所以这个是它主动检查你的 在视频上传的时候 这样子扫描 它在检查的结果会在一般几分钟 或者十几分钟之内告诉你 那么油管的官方它是建议你 等检查结果出来以后 你再公开这个视频 因为如果出现黄标的话 那么前面的48小时 你主要是赚广告费的 这个黄金时间就错过了 那它给你这样一个建议 是让你如果是出现黄标 你赶紧把这个视频下线 重新再把它剪辑修改 然后再通过出去以后 那这个就能赚更多的广告费 那么我们小的频道可能讲 这个东西没有相差太多 但是对于大频道 它一个视频一天出来 比如说有几十万的观看量 甚至上百万的观看量 这个钱差别就非常非常大 所以那些大频道 它都需要提前上去 帮它扫描完 确认没毛病 然后再用定时发布的 把它发布出去 好 这个最主要的是在你上传的这一步 就给你进行扫描了 其实这个扫描的过程 会出现在任何时候 就是我以前讲过 我猜测 它是对一些很小的频道 当它服务器算力不够的时候 它先把你放出去 没有关系 因为你也赚不到几个钱 播放一两次广告 也不会讲 立刻引起迪士尼的抗议 所以有这种情况 那么过了几天以后 出现黄标 或者是出现版权这样的情况 我们经常看见 好 看第二个就有点奇怪 第二个它讲 我们会去看你的观看者的互动情况 它扫描观看者互动 互动什么 我以前专门做过节目 讲哪些互动 点赞 评论 收藏 转发 这种观众有任何的行为 对你这个视频进行操作的 它都是属于一个互动 但是它这地方只是举了几个例子 跟前面我刚才讲的检查你的 并不是讲只检查你这一二三四五项 但我刚才讲的字幕这些东西 它会检查你的 那么这个地方 它举了几个例子 它讲会查看你的评论数 评论的人多不多 顶的人多不多 点赞的人多不多 还有用户是否观看完了整个的视频 你看看 它没有讲这个互动的实际的这样的性质 只是讲我看你的数量 有没有很多人评论 有没有很多人赞你这个视频 然后看的人是不是观看完成度比较好 它讲我们还会查看受众群体观看的其他内容 也就是说我发现老胡看了这个视频 然后我就看看老胡还看了其他什么视频 是不是这个视频本身有问题 可能有点恋童体的这个问题 然后我发现很多恋童体的人都来看这个视频 那这个视频可能有问题 你看这个东西是在这个字之后 首先它一上来你上传的时候 它是要独立的进行审查扫描 但这个东西是想它放到那地方 根据你观众来看的 然后我最会观众进行分析 观众看过来后对这个视频的互动情况 我再决定 然后我们系统可以可能进行另一项的获利方面的评估 并可能会在基础上改变你视频的获利状态 所以我想这一条是非常奇怪的 这个不太好懂他为什么干这个事情 注意它的结果很严重 它可能会改变你视频的获利状态 也就是说根据你观众的行为 有可能会改变原来你没有黄牌 他给你打上黄牌 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个描述 我觉得它这个文档有问题 要么就是写文档的技术人员 没有讲清楚 我觉得这个操作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因为即便是一个有问题的观众 或者是很多有问题的观众 他的行为 你也不可能通过这个东西来进行分析 讲我这个视频就有问题 顶多讲 我发现这个观众群有点奇怪 对这个视频的反应有点奇怪 比如说我在别的地方 我都不怎么评论 我突然在这地方又来评论好几条 我别的都是看得很少点赞评论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有异常的行为 并且不是我一个人的行为能够改变 应该是一个受众群体 一大堆的群体 比如说你发现很多有宗教极端主义的观众 这种倾向的观众 突然对这个视频感兴趣 那他可能讲采取一个防御性的措施 对吧 那即便是这种情况 他其实不需要通过这样二手情报来做决定 因为这个情况 你就回去好好的重新对这个视频进行扫描就可以了 因为所有这个视频的视频本身和视频的原数据 你都有 原来如果粗略的扫描 现在你可以仔细的从头到尾 每一针都去扫描它 然后自己做出自己的判断就可以了 所以讲后面这一条 这是个很奇怪的描述 那么老胡自主解释 我猜测是什么东西 那么第一条主要是决定 你能不能够播放广告 我给不给你打成黄标或者黑标 第二条 我是决定你播放多少广告 播放什么样的广告 是不是垃圾广告 还是优质广告 什么意思 电视台有中央电视台 有江苏电视台 有这个湖南电视台 那么广告单价是不一样 我怎么样把那些优质的广告 愿意付金主的广告付费很高的放到一些优质频道里头去 这个根据观众的互动情况就可以看到 什么叫优质 观众反应热烈 互动比平时的多 尤其是观看的完成度 好 这些视频这个时候就把更多的广告给他 更优质的广告给他 单价更高的广告给他 所以大的频道就能赚钱很多 李子柒的广告频道的广告的单价 也比另外一个10万粉的或者是1万粉的 这样一个频道的广告 它的单价要高很多 因为我们在我们推过这个广告 也往李子柒推过广告 往其他的比如说20万的频道推过广告 然后再往1万的频道推过广告 这个差价是很大的 所以我认为他第二条想讲的是 根据这个情况来决定你这个视频的质量 观众反馈不是太好 不好的话我尽量少给你广告 当广告比较稀少的情况下 比如说月头每个季度的开始的时候 那个时候往往是广告的 这个钱比较少的时候 这个时候广告就有限 那么现在所有的视频都可以插播广告 那么他就会讲 我根据这个情况 我觉得决定你比较差的视频 我就少给你广告 我不会认为他会通过第二条来打黄标 或者打黑标 因为第一条就可以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所以我认为他最后这句话是有问题的 并可能在基础上改变你视频的获利状态 它并不是指改变从绿标变成黄标变成黑标 而是根据这些情况来改变你视频 在你视频里头播放广告的评次和种类 这样子我觉得就能讲得通了 好不管他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是老胡的猜想 但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了解了 有一个叫广告算法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你就能够理解 为什么我们在一些频道里头看见很多的广告 并且看的是很多高大上的广告 然后在另外一些频道里头 看的广告很少 有的频道主自己觉得好奇怪 我明明在我这10分钟的视频里头 插了4个广告 为什么一个都没播放 就是这样子 因为你观察完成度很差 观众看完了也不留言也不点赞 然后就内部给你标签 你这个视频不咋的 质量不咋的 不咋的的 我投放广告给你干嘛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广告算法总结一下 就是决定是否在你的频道里头投放广告 这就是广告适合性的问题 第二在适合的情况下 我投放多少投放什么样的广告 这个就是最后整个算法运算的结果 就决定了一个频道的cpm 决定了这个频道的广告的收入 这就是广告算法的作用所在 好的 这就是今天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然后呢 币